大家好,我是文睿,今天是2020年的5月18号 最近在中国的媒体圈发生了一些事儿 咱们一件一件来看一下 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我在看推特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个人发了一篇文章 他说这个文章是环球时报的一个文章 是一个笔名叫耿之歌的人写的 他这文章内容就是在抨击美国的白宫的贸易顾问 纳瓦罗的这篇一篇文章 具体大致内容就是什么呢 就是不论川普说什么 纳瓦罗就跟着说什么 然后中间还用了一些侮辱性的词汇 基本上就等于骂人了吧 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就这些吧 我倒没有感觉到什么 就是他里面有一张照片 这个真的让我吃惊很多 什么照片呢 就是里面显示就是有一个小狗 他在快速的跑 然后他正在努力的想要接到一个飞盘 我说到这儿大家应该有感觉 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对对对我再重复一遍是在这个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里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照片 大家怎么想 一开始我看到这个就是 这篇文章以后 因为在推特里面出现了我还有点怀疑 这真的是环球时报的文章吗 然后呢我就到网络里面找了一下 哎呀我看到就是很多就是一些大的就是门户网站 像包括新浪的已经转载了这篇文章 别的内容我就不谈了就这张照片 对吧不论他怎么抨击这个就是纳瓦罗大家可能对这个可能也没有什么兴趣对吧 因为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从央视开始到很多媒体都在就是抨击美国的一些政客大家可能也不感兴趣了对吧说纳瓦罗是谁很多人可能也不一定很清楚这名字大概有一个印象仅此而已但是大家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有感觉了对吧原因是什么呢 我稍微简单讲一讲就不论是国外也好国内也好的中文媒体包括国内的一些中文媒体很多人对胡锡进的这种感觉是并不是那么好的对不对大家怎么去形容胡锡进当然形容的方法有很多那有一种形容方式就是刚才我照片里描述的那个内容对吧我这里面不是想骂人我以前也跟大家承诺过我在我的视频里不骂人但是我只是客观的表述一个事实大家说是不是所以你说这篇文章 让他报道出来很多人可能对纳瓦罗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他一下就能想到胡锡进所以这篇文章就是说我在我的视频题目当中我当时想就起的题目就是环球时报侮辱胡锡进我本来想在侮辱的那个上面加一个引号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引号不用讲他就是在侮辱胡锡进所有的就是说对于自媒体也好对于现在的网络也好有一点了解的朋友 他们大家在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可能跟我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咱不敢说100%吧95%对吧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我觉得这不叫高级黑了就是直接黑了这样的一种手法 那么这梗之哥他是怎么想的他作为在环球时报的工作的一个职员我想可能是吧那他怎么想的我的猜测以我的理解就是他对胡锡进有些意见对吧平时直接说还说不了正好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针对美国政客这样的报道那么直接就把这个照片贴上去完了对吧 他这个文章他完全没有必要加这个照片那他还是假了也就是我感觉可能国内很多的媒体人吧他们的处境也都挺不容易的他们想说点自己的心里话还说不了所以他们只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吧对吧来表达自己的一些真实的心意 这个呢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新闻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后来我看到确实是在环球时报这个网上我是没找到是不是被删除了可能胡锡进看到以后他把他删除了这个我不知道但别的一些网站确实是转载了第二个事呢在媒体圈的事是什么就是新华社的发言人他在5月14号呢就是表示了向美国的这种抗议吧抗议的原因就是前段时间我也说了就是美国政府 他有一个新的政策就是对于这个中国籍的这些记者的签证呢限制在90天就是到90天之前你再去延期的时候呢有可能美国政府就不给你延期了那这样的话你只能就回国了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用这种方式吧他就限制在中国在美国的这个中国记者的人数吧然后这个新华社就不高兴了就是抗议他抗议的内容很多了哈其中有第一点他抗议内容就是什么呢说 通过通过这件事儿深刻就是展现出什么呢就是美国自己标榜的这个新闻自由的虚伪性也就是说美国自己不标榜新闻很自由吗你看你这个多虚伪啊你把我们的这个记者签证的时间都给限制了这么个意思吧因为我看到这以后吧我是这样想的哈就说一个完全没有新闻自由的一个国家的新华术 新华社说人家一个有新闻自由国家的这个新闻自由是很虚伪的这个大家能够怎么理解呢在我看来他也是一种高级黑对吧那你说美国到底有没有新闻自由这个不用我多讲对吧大家看到美国的这些媒体他们批评最多的人是谁美国总统对吧川普是不是对不对那就是都公开说呀很多时候就公开批评不要说美国的这些媒体就说一些驻扎在美国的一些就是其他媒体吧比如像前段时间 就是凤凤华卫视那个理居者他在跟川普讲话时候的那个态度大家能感觉一下我感觉那个气势就是好像高川普一头是不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国家他们的总统都可以被这些媒体随便的很自由的批评的话那他的整个这个自由度就是很高的嘛对不对 在中国社会你能随便批评谁呀就这些政治人物对不对你长得和习近平很像你的抖音号都会被封而且被封三次对不对谈什么新闻自由啊所以我就觉得他不知道他怎么说但是你说美国的媒体他是不是有假新闻这个是确实是美国的媒体有假新闻而且有的时候这假新闻怎么说呢反正是有假新闻吧但是美国他的新闻是什么呢就是东南西北他有四种声音对吧你在不同种声音 当中你自己去判断自己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中国呢是什么东南西北就一种声音你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即便你在聪明你在这种一样的舆论环境之下你有的时候可能你就很难做出客观的这种判断这是一种区别吧然后呢他这个新华社这个发言人海朔就说什么呢强调就说这个新华社这些记者啊他们在美国呢是不是就中国媒体的一些记者吧在这个美国是报道新闻的时候呢是用四个词 叫客观公正真实准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客观公正真实准确我想啊就是这个新华社发言他可能不是要高级黑中共啊但是他的效果确实是那样你说中国的媒体啊中国的记者强调什么客观公正真实哎怎么说呢我就就想起了那个华春莹他他讲他不是讲吗说我们国家对吧 老百姓对政府的满意度呢是连续几年居全世界的榜首对吧不是这样的话吗对不对中国的这个呃媒体的这个真实客观性对吧中国老百姓不有那么话不有句话讲就是中国的媒体啊除了日子日期是真实的其他的呢都是假的对吧有的时候连日子可能都不是真实的真的所以呢就是看到这个新华社发言人的说的这些话我就有一番感慨吧对吧 他们现在呢就是可能他们自己相信自己说的是真的但是他其实是讲出来以后呢在全世界一般的民政看来就是一个笑话嗯然后呢哦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吧在这个中美之间啊现在大家都在强调中美之间可能要彻底脱钩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呢其他方面脱钩可能会速度慢一些相对但是这个媒体行业就传媒行业这种脱钩可能会速度比较快可能是第一个脱钩的对吧 因为中国这边呢已经驱逐了一些美国的记者美国这边呢也在限制中国记者的这个签证那么一点一点会不会这个就是记者就全都没了中国也没有美国记者美国也没有中国记者然后这个讲到这呢还有一个事情啊就是彭培奥呢他最近有一段发言嘛他就强调说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干涉美国记者在香港的一些报道的一些自由吧大致这个意思但是他这种干涉是怎么干涉是限制签证的 还是说具体一些干涉的确实这个我不清楚啊反正蓬佩奥说如果中国政府还这么做那美国就要考量重新考量香港的一些地位问题吧也就是说现在中国政府对于这个美国媒体的限制呢不仅仅是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包括在澳门可能都能实施所以说呢以后可能美国的这些媒体的记者一点一点一点在大陆也好香港也好澳门也好可能就都要出去了那么他们最后去哪了 一个很有可能的目的地就是台湾现在呢我看到就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已经证实了他们已经有记者到了台湾了哈然后华盛顿邮报和这个华尔街日报他们也有意去台湾但是最终结果还不清楚可能按照中美关系如果在媒体行业不断的突破的话呢可能会有大量的美国记者会一点一点迁移到这个台湾或者来到韩国的可能性也会有哈啊怎么说呢就去年嘛我做了一个就是 就是视频啊我说就是台湾的这个好运呢刚刚开始啊怎么说去年我做了很多预测很多预测也不准但是我觉得我这个预测做的是真的是挺准的我觉得台湾的好运就是刚刚开始很多事情吧最终受益的都是台湾嗯那么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一点点这些记者他们毕竟要报道中国的一些事情报道这个亚太地区的一些事情那这些记者他们住在哪那可能很有可能就选择台湾了对吧那么他们选择台湾的话 就会进一步增强台湾的这个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对吧对吧某某某某电视台记者从台北发来报道对吧那你看这个不就增强他整个的这个影响力了吗所以我就看台湾哈台湾存在的这个价值呢可能有很多很多了哈但是我觉得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价值就是台湾的存在就能让人对比对比和中共进行对比对吧你看你这边没有自由民主台湾这边就有自由民主对吧你这边没有自由民主对吧你这边没有自由民主对吧 美国的记者在你这待不了那在台湾就可以待对吧所以它就形成了一种对比让大家能够非常非常清晰的看到中共它真实的那个面貌嗯就是这样总之吧就是这些呢就是我最近吧看到媒体的一些事情吧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然后呢我觉得呢在中国整个的媒体环境吧在未来可能会发生很大的这种变化吧 我想可能是一点一点会越来越收紧现在有很多朋友在给我反映这个事中国整个媒体的环境越来越收紧越来越收紧那它收紧到一定程度的话呢可能就会有一个质变嗯随着中共体制的这个完结吧我相信早晚啊整个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媒体环境会开放起来我呢也在这个YouTube这块好好 然后准备我的实力吧等着那一天然后真正大家大陆的朋友能够自由的看到我的频道的时候呢我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更高质量的这种评论也好或者是评述也好吧行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咱们下一节目再见谢谢大家